晚安 您好 欢迎锁定中时新闻 全球报道 我是方彦迪 位在新北新庄的红卉I Tower 大年初四金船火警 38楼电信机房冒出了白烟 而在39楼的知名把费想想 紧急疏散餐厅内320人 索性火势迅速扑灭 只不过顾客的下午茶也通通泡汤 相间干被配上牛小牌 香味扑鼻之鱼 一旁还能欣赏高空美景 位在新庄红卉I Tower 39楼 号称全台最高的饱费餐厅 大年初四金船楼下失火 机房内白烟密布 紧销深入楼层寻找起火点 同时疏散大楼内民众 由于起火楼层楼上 就是知名高级饱费想想 火灾消息一出 业者第一时间疏散顾客 全在大厅等候 我们才刚到就被失散 而且我是从另外一边赶过来 又跑错地方 餐都还没吃到 火灾消息就先报道 25号下午一点多 红卉I Tower 38楼 疑似电信机房起火 楼上餐厅货报查看 发现白烟立刻回头疏散 85名员工及235名顾客 都平安撤离 索性整起火警 无人受伤 火势也顺利扑灭 我们事后去上去查看 电脑的机房里面 一些电脑的设备 电器过后就起火燃烧而已 38楼机房窜火 索性餐厅反应迅速 避免高空惊魂 只是超南地的下午茶 因此泡汤 业者如何补偿 目前还在演绎当中 接下来 大过年放鞭炮 也要挑地点吧 台北士林三角度码头 竟然闯入了一辆黑色冰室 他们直接开进了篮球场内 车上三人就在河边 拿出了烟火狂炸 甚至往单车道去发射 水流处表示 这样的行为最高 可能会挨罚6000元 河堤外的篮球场 一辆冰室轿车大喇喇开进来 一旁球友还在观望 车上一行人竟然点起鞭炮 对准单车道发射 但小鞭炮似乎玩不过瘾 一伙人再玩更大的 低空烟火疯狂发射 两男与女只顾自己开心 球场上民众吓得纷纷走壁 事发就在北市三角度码头 实际回到现场 一旁草地还遗留鞭炮残骸 一行人不只违规在河滨公园放炮 甚至连垃圾都丢在原地 因为怕无关有发生意外 因为会误射或是伤害到周边的人 从110年开始 台北市河滨公园已经全面禁止释放烟火 一行人无视规定 离谱行径全被民众拍下 这下不只引发撒罚 甚至可能挨罚 第一次的话 我们原则上是罚1200到2000次 那第二次的话就会往上 那总共大概就是1200到6000 之间的一个罚还这样 过年贪图方便乱放炮 这下恐怕伤荷包 警销表示民众发现 有人违法放鞭炮 都能打110或119报案 请警销到场劝离 毕竟罚情事小 要是不小心炸伤别人 后果恐怕更严重 接着王志愿 由台北长报道 台南有一名公车司机 行经新化区中山路 被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挡住了 按喇叭11轿车开走 没有想到对方还下车呛瞎 要求这公车要逆向的绕过去 让问奖气炸 双方当场爆发口角争执 把整个过程po上网 轿车挡住了公车 还理直气壮的说 最好台南都没有其他人违规 公车驾驶猛按喇叭 因为前面黑色轿车停在马路上 没想到一名男子下车 开始呛瞎 停在路边却挡到公车路线 当场爆发口角 问奖气炸了 指控对方违规停车 却要公车逆向违规 绕过去越吵越大声 整段过程被行车记录器拍下 事发地点在台南新化 当时公车上载了十几名乘客 仔细看轿车车轮 明显在车道上 公车如果为了闪车逆向 恐怕因此吃罚单 自小客厅在车道边线 有没有围停 警方还要厘清 要是乱停违规 影响公车行驶安全 励志气壮还呛瞎 也难怪驾驶超火大 只有赖管彰台南报道 春节廉价很多人都开车出游 不过真的要注意安全 有人在国道上就看到 这一辆乡型车的驾驶 他解放双手竟然在吹笛子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另外中横公路春节有交通管制 不过有车子不理规定 逆向往前冲 结果就被对向庞大的车流逼退 网友嘲笑这可要一路退下山了 逆向的白色旅车 被车流逼得一路往后退 镜头往后转 两辆轿车超级凶猛 狂随有门 退到最后续 前面那两个很凶 适逢中横春节交通管制时间 这辆车不好好排队 跨越双簧线 硬要逆向前行 在民隧道内被车流逼退 塞车苦等的民众言语 这真是耍小聪明的后果 你后面这么多没办法 那他就要去那个 刚刚停车场那边回转 对不对 网友调侃一路退下山吧 就你最聪明 直接退回家 休旅车贪快 反而得退回原点 还可能挨拔 因为在国道上 还有人拍下这离奇一幕 他来了他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民众声音好兴奋 因为旁边乡情车的驾驶 竟然解放双手 吹起乐器 超声画面 让网友全心呆 过个年 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感觉是要把自己送走的前奏 开车上路还是要专心 避免发生意外 害人害己 这些东西叫无意习 要花点采访不到 海流发威 高山地区一片银白色世界 仿佛置身北国 台中跟宜兰交界的 私园亚口 零下两度低温 整片山林像是 披上一层白色厚纱 另外宜兰太平山 也降下了冰线 至于中台湾 则是因为水气不足 没有下雪 迹将局说 初五会稍稍地回温 而等到初六 又有新波的寒流报道 将一路冷到开工 壮阔山景覆盖上一层 银白色衣裳 宜兰及台中交界的 私园亚口 零下两度 地面积雪两公分 北国紧致 美不伸收 宜兰太平山 零下三到五度 降下冰线 成了一片银白色世界 高冷而绝美 带来农历春节 最令人惊喜的礼物 漂亮 对 好美哦 寒流发威也带来 冬季限定景色 台中武林农场 花网结成冰柱 像是大自然水晶灯 蓝天当作画布 在阳光照射下 闪闪发光 就连南横公路 向阳路段也下雪了 仿佛支撑北国 满满仙气 至于在中台湾 水气不足并未降雪 河欢山武岭迎来游客等雪 还违规爬上山壁取景 另外还有民众开车行径中横 左右两边树木 树梢解满了雾松 气象局说 初五气温稍稍回升 但初六再降温 直探十度低温 等到27号寒流南下 整个迎风面的北部都漫步 降雨的机率 才会再次的增加 但整体天气形态转为干冷 年假期间寒流接力报到 预计等开工后才会回暖 记者中部综合报导 大年初四拜庙走春 南投中寮知名的泡面土地宫 年假几天来涌入了20万人 车站更从庙门前 绵延了一两公里远 由于土地宫爱吃泡面 这几天信徒捐献的泡面箱 多达了四五百箱 另外花莲寿风箱的福德庙 里头供奉虎爷能够带来财运 虎爷爱吃生鸡蛋 在供桌上放着满满的鸡蛋 相当特别 庙门外车阵绵延长达一两公里 信徒干脆下车 用走的比坐车还快 整条山路人车真道 他们唯一目标是南投中寮 泡面土地宫庙 阶梯上人挤人 大家拿着香 大排长龙 外头一龙一龙贡品 全是土地宫爱吃的泡面 民众拜拜一同享用 吃泡面 吃泡面 要吃几碗 一碗 热乎乎吃格外好吃 没位子坐搬个板凳 户外吃面 妙方说过年期间 参拜人潮多达20万人 吃掉的泡面更是难以估计 出四走春 还有花莲寿风香 号称全台最美福德庙 里头还供奉虎爷 更是有名的宋财童子 虎爷爱吃鸡蛋 供桌上满满鸡蛋 相当澎湃 有求必应 中了一千五 五百五百比 民众买彩券 当场中了一千五 尽管金额不大 虎爷带来的好运气 让小小庙域 单一天涌入五千人潮 过年期间热闹滚滚 界中部综合报道 利用网络平台 在餐厅定位可要小心了 北部有一位游客 计划除夕夜到台南吃年夜饭 他用定位APP来抢定知名餐厅 也收到了确认的讯息 没有想到到了现场才发现 这餐厅其实早就撤店 换成另外一间新开幕的餐厅 让当事人相当傻眼 网友调侃在平台订到了 优离餐厅 怀疑是餐厅撤店 但是平台没有更新下架 让民众年夜饭泡汤 非常扫兴 大块鸡肉 祖国超美味 全台连锁餐饮店 除夕夜抢前定位居然吃不到年夜饭 北部一名黄先生过年临时决定到台南 在定位平台上订了百货公司的餐厅 21号晚上7点两个人提早半小时抵达 却发现餐厅早就撤柜 换成另外一家 年夜饭扑空又够傻眼 大过年餐厅超难找 定位餐厅又没了 真的很尴尬 网友也回应 是平台出包没更新 定位平台没及时下架管理 平时就算了 但这一餐年夜饭 真的很为难 以后大日子 还是官网地咖安转 定到了平台上的幽灵餐厅吗 本来讲事情过了就算了 那今天又看到有一个意见调查表 才又勾起无名活 餐厅撤柜平台没更新真的很离谱 还传送意见调查表 餐厅表示没有和平台合作 百货业者不回应 而这个定位平台公司设置在国外 消费者遇到纠纷 恐怕求助无门 过年到外县市吃年夜饭 原本开开心心 遇到平台大搞乌龙 真的超扫兴 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 春节逛街也要小心窃贼 新北市淡水警方在市场 看到了一名冒踢男 尾随逛街人潮 觉得有意上前盘查 结果对方心虚落跑 原警也冒险飞扑 当场重衰压制嫌犯 过年期间菜市场人挤人 大家忙着采买 一名身穿灰色帽天的男子 却双手空空模样怪异 遇上远警巡逻 脚底抹油 想捞跑 混乱中密度期掉落 原来嫌犯是名小偷 一个肩步拔腿狂奔 远警追上前差点滑倒 但他还是猛力抓着对方 往前飞扑压制窃贼 二十号早上九点多 民众逛西北市淡水市场 遇上警风抓贼 全都愣在一旁 眼见远警就要摔过来 顾不得手里拿着鸡蛋 惊险闪避 就看到一个警察 两个从这边跑过来打到这边 一个警察在负责取证 那个警察身上的东西 那个开射的东西还被吊在这里 实行远警执行过年房窃勤务 发现发现男子身穿连帽外套 一路尾随逛街民众 上前盘查 嫌犯死民挣扎 查验身份才发现 他还市民失联移工 土城这间卖场 同样遭小偷 夫人假装顾客 伸出第三只手 把果汁机放进购物栏 接着转身出来 果汁机已经消失 上午偷完 失随滋味 下午再来偷短裤外套 行窃过程 全被监视器拍下 店家盘点后报警 女贼遭判 局役40天 春节连假走春逛卖场 随身包包要看好 小心窃贼就在你身边 记者林郑坚陆雨昕 签报道 除色营财神 走圈人潮 挤爆各地景点 信徒疯狂涌入了 超灵验的金山财神庙 拿香祈求 财运亨通 一路发发发 北部两大热区 金山老街和九份老街 更是万人空巷 游客不怕庞大人流 就是要挺进 一起战区 亲身体验满满年味 店家赚钱 赚到手软 为今年开了一个 好彩头 金山老街人潮满满 小小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 密密麻麻都是人 前胸贴后背 根本走不动 完全感觉不到天气寒冷 逛老街吃美食 店家钱大排长龙 现桌新鲜鹅肉 游客人手一盘热炒 招定座位就开动 知名马老店前 老板娘结账结不停 过年走春必败 有北金山南竹山美名的金山财神庙 主寺五路财神 人潮起爆 信徒都满到庙外头 拿香球彩云顺利 台神五路发 大家一路发 怀旧分为满点的九份老街 一样涌进大量游客 大火几近狭小的街道 凑热闹 街巷里阶梯上 通通都是人头 游客摩肩擦肿 过年期间嘛 赢赢了 一兰船艺中心热闹滚滚 就算阴雨绵绵 入口还是排着大批游客 要进去逛一逛 东部民众争相到花莲海洋公园 欣赏应景的财神卫石秀 大鸿鱼一见到鱼尔 立刻凑上来 把财神爷团团围住 但能初四 各地出现走顺人潮 趁长假全家出游 让心情好好放松一下 记者组合报道 新的一年运势如何呢 台中大甲正兰宫抽出国运签 整体运势是中上 其中薛仁贵旧驾 董事长延期不要解读 大家要合作 不要再纷纷扰扰 北港朝天宫则是抽出 跟两年前一样的签 直言不太好 各方面都要保守一点 西罗福星宫也抽出了一支中上签 一指决策要夺方思考 自然而然会有权衡之计 迎刃而解 而鹿港天后宫抽出各行各业签 除了娱乐事业前时夏签 其他产业的运势都很不错 大甲正兰宫依照惯例 在此时抽出今年的四季签 其中代表国运签的人口签 最受瞩目 薛仁贵旧驾这一支签 浮如东海寿如山 均耳何须探苦难 命内自然逢大吉 其宝分明得平安 庙方解读是一支中上签 云林北港朝天宫也在此时迎接 妈祖圣驾回宫 国运签是鬼友签 跟两年前相同 庙方直言不太好 各方面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虽然五谷港运看起来不错 但水的部分不太充足 未来运势仍有变数 至于西罗福星宫 则是拔背六次 才抽出这支物成签 君耳宽心且自由 门庭清吉家无忧 财宝自然终极力 凡是无伤不用求 也是一支中上签 陆港天后宫则是抽出 各行各业签 除了娱乐事业签是下签 其他产业运势都很不错 全是上签 台中乐成功也专寻股法 抽出四季签 总体来说是一支中上签 各行各业下半年都会 渐入佳境乐观看待 居住院长苏贞昌提内阁总辞后 新隔魁人选出炉 总统府证实前副总统 陈建仁已经答应接任隔魁 预计在二十七号将会在总统府 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 对此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说陈建仁人 人和没有问题 但是好坏要等坐了才知道 不过蓝军炮轰 陈建仁过去袒护高端 应该要先说清楚讲明白 赵绍康更是炮轰 这根本变成了高端内阁 过年前新政院长苏贞昌请辞 整个政府跟人民一起放年假 新隔魁到底谁来接 据了解前副总统陈建仁 农历春节期间 在蔡总统征询后 已经点头答应接任隔魁 台大医学院我也认识他 人和是没有问题的 待人很客气 做得好做得坏 通常是这样的 要做过才知道 现在谈这个都太早 当内阁就定位 我们更需要的是 大家更能够同心其力 陈建仁确定担任隔魁 总统府将在27号上午 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 外界关注入格名单 还包含林嘉隆 可能接任副隔魁 也传出证文灿江入府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总统会在未来的人事 新的政策方向 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 陈建仁接隔魁 可以做资金打明星吗 陈建仁当隔魁 能不能挽救民进党 九合一惨败后的局势 不知道 但蓝军炮轰 陈建仁过去力挺高端 甚至袒护高端 应该给交代 我有更打算 原来是行政院长 还以为是高端推销员 点头答应 先给我低头道歉再说 更有人炮轰 走了一个骗神的 又来一个装神的 对高端的事情 要做回应 他明明大的安慰剂 居然会宣称高端的效果多好 居然就这样一直推高端 所以变成一个高端内阁 现在证明高端 但很多鬼都不能去 我觉得陈建仁要负 负最大的责任 蔡英文主要是用他来 阻挡赖清德 先让他当行政院长 如果当的还可以的话 也许蔡英文主义 他选总统 让赖清德不要那么轻易 就能够去选总统 陈建仁接任格魁 不过上任后的陈建仁 仅剩一年多任期 如何带出新气象 外界等着看 记得线洪如李立璇 SNG小组台中台北报导 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平时负责海军船舶海难救助 脱险还有水中卫爆弹 跟爆炸物处理作业 所有的队员都必须要具备基础潜水能力 并且要通过魔鬼式训练之后 才有可能会成为专业部队的一份子 堪称是国军版的怒海潜将 他们的严苛训练过程大曝光 背着25公斤重装备 纵身跳入水槽潜入水中 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从排除障碍物 水中未爆弹跟爆炸物处理 样样难不倒 当没有特殊救灾情况 他们还要执行这项任务 依靠在左营军港的军舰 他们底下的船底的清洁检查 车业大车检查 海底门的清洁等等 都是我们一般的工作任务 平时协助军舰排除障碍物 或刮除附着船体的海粒子 就怕降低船舰航速 影响军舰装备 水下作业大队专业技能跟体能 统统顶尖标准 换上海洋随时变化的特殊环境 团队合作也更重要 我们要救灾的环境 其实是最不确定的 那我们就要评估当下的环境 是怎么样去选用适当的装备 其实潜水这项作业 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就是一定要整个团队互相合作 时长进入水中 伸手不见五指 还要对抗刺骨水温 水下作业大队养成不简单 不是每个人上当都能当 体能训练 游泳训练 或者是装备 操作训练跟保养等等 都是一直持续的在精进的 那我们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接到任务 就会出发的那个状态 经历严苛体能考验 熬过最严酷训练 陆海浅将不怕苦不怕难 展现最有战力的专业 接着谢鸿路李一璇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